高雄仁智街的一家红豆饼于十月中开幕 其实这间不是红豆饼的总店 是位于美术馆附近 这间红豆饼并不是一般路边的摊子 而是开成一间店 而老板表示 所用的食材出发点在于没有化学添加 饼皮没有发泡剂 食材也特别挑选 红豆是用大辽红豆 因为有产销履历通过 老板强调健康就是选择的首要条件 例如地瓜 一开始是用黄地瓜 但后来发现紫地瓜多了花心素这个价值 对人的健康有好处 成本取得虽然较困难 但老板还是选择紫地瓜 这间店的特殊口味高达20种 还会配合节日推出应景的口味 老板说很多口味都是鸡眼巧闻 将不断尝试而成功等 其实他是进入我专业的讨论 那其实厂商有没有要给大家介绍 他有我们在做街面的食杆业生物 他会有一个几个步骤 然后他会有一个几个步骤 然后接下来连几个步骤 我们在马上传道里面的网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